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蔡老师 上个视频中我们讨论了传统革虑说的两个错误 我们今天接着更进一步 来评译传统靖体式革虑说中的两个广为人知的口诀 即135不论246分明 所谓135不论246分明 是要告诉作诗人运用革虑的时候 哪个位置可以哪个位置不可以改动评则 具体的意思说五言里面的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 七言里面的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和第五个字 可以比较自由的变换评则 五言里的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 七言里面的第二 第四和第六个字 必然是凭则分明 这个口诀大致准确 也方便记忆 但不够精确 没有交代例外的情况 而传统说诗家 虽然举出了一些例外 但解释不到位 没有找出导致这些例外的根本原因 在接下的两集中 我们一道来讨论这个口诀 这一集我们先讲 一三五不论 在上个视频中 我已经讲过 七律格律 只是五律格律的延伸 因此 一三五不论的原则 虽然可以针对七言 但真正决定格律的特点 其实是后面的五个字 在判断七元格律时 关键要看 其后面的五个字的部分 千万不要被前面两个字 搅乱了视线 前面两个字 记住两点就可以 第一是 第一个字的评则 可以随便改 第二个字是 第二个字则不能改动 我们的注意力 应集中在后面的五言部分 因此 我认为 传统的一三五不论 其实可以简化为 五言部分的一三不论 那么在一三不论中 所有的类具的第一个字 难道都可以变换平折吗 现在我们将四种绿句 一一加以查看 这这平平这 改为平这平平这 可以 平平这这平 改为这平这这平 不行 平平平这这 改为这平平这这 可以 而且经常使用 这这这平平 改为平这这平平 可以 而且也常用 在四种类具中 只有第二行的 平平这这平 是不允许改动 若变成了 这平这这平 这就成为在传统 格律说中所说的 孤平 传统的解说是 除了运角的平生之外 诗句中不能只有一个平生 这个孤平的解释 显然是不准确的 按此定义 四种标准律句中之一 这这这这平平 岂不是也是孤平吗 他除了运角的平生之外 也只有一个平生 为什么这这这平平 可以成为标准的律句 而平平这这平 绝不能改为 这平这这平呢 原因是 这样一改 句子就失去了平生的双音部 只有一个这声的双音部 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孤平应该解释为 一个双音平生音部被拆开了 中间插入了这声字 而被孤立 从而使句子中 不再有平生的双音音部 为什么 只有一个平生双音部 可以允许 而只有这声的双音部 就不行呢 我认为 这点与传统的中正平和 审美原则有关系 我们传统的美学 讲究中正平和 温柔敦厚 平生 舒缓平和 带有温柔敦厚的情调 按照传统的杨贵音碑的观念来说 就是平生音部为贵 浙生音部为碑 诗歌不像词 词往往是很激烈的情感表达 以短处的入生字 去生处为云 而诗是用低声引勇的含蓄之声 所以要以平生为主 浸体诗的韵脚 必须用平生的严格规则 就明显地反映出 平生为贵的观点 平平这这平 不能改为这平这这平的规则 也说明了平生音部为贵 句子中不可缺少的理念 这样的解释 不仅可以避免 孤平之说造成的混乱 而且揭示了 要避免它的原因 在第一个字 可以改动的三种律句中 为何 这这这这平平和平平这这改的最多呢 这是因为第一个字的平折的改动 只是将前面的三音部 改为双音部而已 而生成的平这这平平和这平平这这 仍保留了两个双音部最大的对比 也就是我说的第一条格律原则 第三种律句 这这平平这 也是可以改第一个字 虽然剩下来只有一个双音部 但它由于所保留的音部是平生的 所以仍然是允许的 只是出现的不那么多 一三不论的一讲完了 我们来看 一三不论中的三 该如何改动 第一种律句 这这平平这 不能改为 这这这平这 因为这只剩下了一个平生 就成为了名乎其实的顾平 第二种律句 平平这这平 可以改为 平平平这平 因为它剧手保留了一个三音平生音部 第三种律句 平平平这这 如果改成了平平这这这 这就犯了三则尾的错误 同理 第四种律句 这这这平平 也不能改成这这平平平 在传统的解释中 这就是犯了三平为 然而 为什么我们还说三不论呢 我想这是因为诗人 常用傲旧的方法 来避免三则尾 即把第四个字换为平生 使三则尾句 平平这这这变成 平平平这平平这平这 如杜甲天末怀里白 首句 梁风起天末 平平 这平这 相反 三平为句 也就是 这这 这这平平平平 是无法补救的 原因是若改成了 这这 平这平 那么句子中就没有尊贵的平生音部了 是不可接受的 今天我们已经谈完了 一三不论 下一集我们继续谈四六分明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集见 谢谢大家观看